大家好 歡迎你們來到梓欣塔羅街 又是小朱老師和梓欣 我們會講塔羅續織講 今天就講到三號牌 之前有沒有聽到小朱老師說呢 如果大家還未認識小朱老師的話就讓我再講一次 小朱老師就是香港塔羅中心的創辦人 並寫了好幾本書 除了塔羅牌專長之外 還有一個叫Numerology 數字學 所以在這裡聽塔羅的話 跟外面有一點不同的 就是你會聽到那一隻牌的數字學上的資料 好 我們立即就來看三號牌 我們先看一隻牌吧 三號的 基本的 empress empress 雖然中文很正常的叫做女王 但很有趣的這張牌通常被譯做叫做大地之母 大地之母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大地之母的工作是做什麼的 大地之母就是滋養著大地 應該說是滋養著大地之母 大地之母是所有的 人肉萬物是有關係的 她將生命力賜給萬物 所以你留意這個empress附近的植物都是欣欣向榮的 你留意大地之母 這張牌是1910年出版的 在1910年 empress 那條裙子 是叫做靚衫 笨不是瑞衣 哈哈哈哈 但我看到她這件瑞衣 她裏面有點西瓜 哈哈哈哈 好像西瓜 OK 我們要正經一點 對 Cherry 之類的 然後她穿了一件靚衫 帶著一個三層的皇冠 她會把權盡放在她的頭旁邊 那這些資訊 你覺得她是怎樣 她很有權力 但她又很溫柔 而且她的皇冠 我覺得皇冠很有趣 因為通常的皇冠不是這樣的 她的皇冠全是星星 其實代表什麼呢 剛才所有的資訊就是 她是一個很要looking good的人 我是looking good 那我是empress 你也是empress 我也是 哈哈哈哈 那不是很多女生都是 很多女生都喜歡looking good 其實呢 留意就是 如果用回臉明ology看 不一定是要 looking good 不一定要漂亮的 不過呢 大部分衣服這個數字 她都很在意 她的image 她都很在意 OK 我經常都說 你整股衣服的人很容易 嗯 比如說 今早老闆開會的時候說你 嗯 說我什麼 嗯 又或者是 你今天這個衣著有些奇怪 什麼 怎樣 哪裡不妥啊 什麼事 她會很在意 如果這樣呢 你的衣服 沒事了 這樣行不行 那還行 哈哈哈哈 我搞定了 我懂得怎樣做 哈哈哈哈 她會很在意 因為三這件事 如果在幾何學 其實呢 你們要研究 人呢 其實我們要說幾何的 一就是點 點所以一就是很餓的 點 一個圓圈就是一 點 點就是一點 一點 一點就是一個一 三角形才會出現角色和定位這個元素 角色定位 即是說一和二都沒有角色定位 一是點 點就是 全世界就是她的中心 我不是說優人是壞人 但是她想的方式就是她自己就是這個世界中心 二呢 就會在條線中間來來回回 即是都會顧到人家 如果用動畫去看 而三呢 就出現了形狀了 還有三才會出現定位這個東西 你想想在幾何學來看 所以呢 而三號人也很在乎她的角色和定位 所以她不一定 OK 可能很大部衣服的人很喜歡漂亮 或者很在乎 OK 我說我呢 小時候 你是三號人來的 對 我是三號人 我小時候 媽媽戴過剪頭髮 那時候的年代就去後巷那裡剪頭髮 即是另一面對著牆的那些 那我就學識到一樣東西 也有鏡子 沒錯 我學識到一樣東西 就是原來剪頭髮是不可以看書的 我聽過這個故事 聽過 剪前之後是想哭 即是那一頭 那個非法佬就會斷鼓跟你剪 這一集 當我擺上鏡時 你知道什麼叫河童嗎 知道 總之明無以上 九秒九跑回家 對我來說是世界末日 是的 九秒九跑回家 就是她很在乎 很在乎 很在乎 她是不是 看起來很不錯 嗯 有些就會很努力去捍衛她的印象 譬如我的印象是男子頭 或者我的印象 所以大部分你認識的三號人 她的認識都比較有性格 如果既然是這樣的話 為我們的觀眾 譬如現在都有三號的觀眾 看著的話 那怎樣超越這件事呢 還有 我們會不會每一次都很簡單地說說 數字 是怎樣計算的 其實不能分開說 對我來說 她是同一件事 當你抽到這張牌的時候 她也有一個 圖案的問題 在她裡面 這個案主 還有 植物也是在代表生長成長 所以三號人 首先她的生命是需要變的 變 她不可以像啫喱一樣瘋了 又用我做例子 我小時候我媽媽經常問 大小姐今天吃什麼早餐 即我不可以每一天 每天都一樣 我都不吃 那也很難照顧一下 三號人 又或者你如果 她跟三號人認識到很長的時間 可能這段時間她在玩風符 下一段時間她在玩徒師 那段時間她就去讀書 那段時間她就去拍歌 你明白嗎 她的生命要透過這些所有的經歷 而成長和學習 那跟她的字其實有什麼關聯呢 empress empress 所以她要譯做到第二支母 因為她跟孕育 三號人對成長這件事 是非常視而不捨的 還有三這個字 在Niminology裡面 很有趣的 我認識很大部分 我這個數是303 我自己的數 303 我認識很多的303 你也有零 我認識很多的303 是有意或者無意之間 她是從事教學的東西 還有一些很麻辣的教師 她不會跟傳統的東西 她是三的靈魂 是很半奕的靈魂 她們是不喜歡跟傳統的東西 我不覺得塔羅是一個占卜的工具 她有一點反傳統 喜歡玩這些遊戲的東西 所以現在已經很多人都向這個方向 但早年來說 真的很不同 和一般 你留意她坐得很舒服 拉著一個大鞠筍坐 其實empress這件事 我真的感覺到 生活人不是很硬的 某程度上你可以說她 她的心很強 很薄皮 小小事就會很過敏 如果她這樣說 都是因為她的形象 其實大部分三個數字 或者三個牌的問題 就是她處理著自尊心 或者因為自尊心而衍生的問題 即是自尊心很重 就是這個三號牌 或者是生命密碼 或者是她的角色定位受到挑戰 她在人生中 譬如你老公出現了小三 或者你的老闆 有個身寵 已經不再寵你 或者她會覺得 我們公司來了一個人 和我的工作能力 大家叮噹碼頭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怎樣去維持著我自己 或者我進入一間公司 我怎樣在公司裏面 建立我的個人的名望 這些所有的事情 都會是三個問題 所以她其實可以怎樣 有沒有一個方法 她怎樣可以超越到 這些很人性的弱點 缺點 或者說弱點 不要說缺點 這個真的不是三二兩二 她有少少似一這件事 那個課題 但是我始終都回到那點 一個人真正自我肯定的時候 她就不會再向外去求這一種肯定 又或者那種認同感 還有一件事 你會看到有一個 心形的標誌 是放在她的椅子裡 是啊 但是其他呢 傳統那張就有一個心形的標誌 是啊 我們再看一次那張傳統的 Right away 剛剛只是一張牌的那個 是的 再出一次 不是領航者 領航者都沒有 因為領航者都沒有那個心形 這一張就有 一個心形 還有一個金星的 如果你是讀 有研究 尖聲 那是金星 金星 金星是愛情 沒錯 她的愛情很好的 但是金星的標誌 加了一個心形 金星是Venus 加了一個心形 都是Venus 但是是維納絲女神的logo 其實說完就是愛的logo 但是有趣的是 它是放在椅底 是啊 是的 三母人因為她的自尊心這麼強 她表達愛的方式 都是挺含蓄 又或者是挺 怎麼說呢 收起來 挺奇怪的 是嗎 但是會不會呢 我現在看就是 她不會是 比如她追你 不用放 因為她要面子 她要那個形象 所以她的愛 是放在椅底下 慢慢慢慢 而且她越在乎的人 越騎乎 越騎乎 反過來 我又說我 我小時候 中學的時候 現在她回到我們 是的 那些沒有感覺的男生 就是很安達地 搭肩膀 揪了手 好了 有感覺的那些 就說 糟了 今天我的手袋在這裡 說些什麼 糟了 今天我的樣子行不行 這樣 就完全不自然 現在看回我們 是的 完全完全不自然 這個就是 當她越在乎 譬如我和家人 那種表達的方式 譬如我想說 穿多一件衣服 不穿衣服 凍死你 我不會很 越在乎的人 越難去流露她的真情感 真性情的話 就會是 不穿衣服凍死你 這樣 她的表達是比較 陷促 甚至乎 不懂得怎麼表達 例如 我給我一個例子 成龍也是三個人 她經常叫人 罵我的乞衣 她好像很不在乎她的兒子 表現到 但你說她在不在乎她的兒子 當然在乎 是的 尤其是她出事的時候 任何人都在乎 她的表現 就是這樣 越奇怪 越不正常 你意思奇怪 我會覺得 可能 不會很正規地表達 因為愛的時候 可能就會很溫柔 很包容 但是 你說的那種途徑 就會是 有些相反 其實當你表達愛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時刻 對她來說是一種挑戰 我們今天還有幾張 是其他的 三號牌 系統的三號牌 我們又看看 有三張的 講一講 我們現在看看 還有這三張牌 我們看到 我想說 左下面那張 它那個 深加Venus 加金星 那個盾牌 它變成一堆 變成一個 和平的甲子 對 然後 它天空又有 它有很多 信號的 每一個信號都有它 特別的意思 它有花 或者它有一些 fruit 但是它都是很隱藏 它裡面 三號人的內心細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它自己也不是那麼容易 有一個 很偏向三號人 很普遍的東西 如果你們三人 你會明白我說的 就是 它很清楚 它不要些什麼 但是它對自己要的東西 是很blur的 哦 其實自己不知道 blur 就是自己都不知道 不是很清楚 因為它永遠 好像是一個 像amoeba 在那裡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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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得自己都覺得 我其實是怎樣的 但它又很感激 對於那些不舒服 不喜歡的東西 它是很知道的 這三隻牌 我們看到 這三隻牌 很有趣 雖然 不是看得很近 但是你會看到 剛才說 左下面的盾牌 不同 但是 右邊那張 右邊那張 它那個 心 和那個 金星 在它的肩膀 右邊的肩膀 看到嗎 是啊 是啊 大家放大來看 那個觀是一樣的 那個觀都是 星星星星的觀 三層星星的觀 它都是一種很舒態 很懂得享受人生 而 playful 是三個其中一個 energy 是嗎 它那麼緊張 但是它也很 playful 應該不是說 不是用 playful 三個人表現得 playful 其實三個人是表現得 social 為什麼呢 又可以解釋 是 一個人他需要不斷在人上 去找他的角色的定位 噢 所以他的 social life 都挺精彩的 你不會在自己一個人 你會知道你的角色定位是什麼 嗯 如果你這樣說 他要表現自己 但是他有東西給他表現 對 他就會進入不同的groups裡面 不同的族群裡面 去表現自己 去找他的定位 去感覺他的定位 你感覺 就是這張 empress 對 就是他感覺他在人心目中的角色是什麼 是 還有我們都看看中間那張 中間那張 那一個金星和心 其實就是在心口那裡 那這張也有拿著盾牌的 還有呢 但是你知沒有他也有很 modern的 energy 在那裡 因為他是人肉萬物的 是 所以有意無意之間呢 他會吸引去一些從事教育的工作就是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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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計劃做老師的 嗯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會走上這條路 是嗎 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我們看到這張牌 出現在我們的愛情的占卜裡面的時候 就是愛情的諮詢裡面 譬如說 我和那個人的關係 那個人喜不喜歡我 如果出現了這條牌的時候 啊 太羅牌就不會反映對方喜不喜歡你 他只是反映當事人的潛意識而已 嗯 這個是你的看法 是的 就算是說 小豬老師的看法 那張牌展示到好像韓傑宇的狀況的時候 都是當事人覺得對方是怎樣 是 嗯 就是由他那裡 是 他的潛意識裡面 因為真的都會的嘛 其實他怎樣去到 互相影響 和對方的狀況 譬如說張牌展示是很愛的 我只會跟那個當事人說 在你的心裏 你覺得他一定是避免 我不會跟他說 那個人很愛你 因為我是沒有權說這句話 嗯 嗯 那我們現在 可不可以看看這個 領航者塔羅 看看領航者塔羅 就是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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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非常之 但有類似的元素 是 不過我又真的覺得 其實看牌 都真的 每一個人在他自己的修煉裡面 可以看到什麼出來 是有點不同的 我們現在看到了 沒錯 這個就是領航者塔羅 你看到他身邊都是欣欣向榮的 是啊 真是很大地之母 這就是很大地之母 我覺得我們今天好像講馬 對 這隻 還有他還要有手勢 是啊 所以 James這套牌很容易明白 我覺得 很祝福之餘 其實他是很表現自己 你看他那兩隻手 你看我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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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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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的擺法 沒錯 但我們發覺到 除了 Empress 他周圍 滋養大地 還有很多牌裡面 也有這個白鴿飛 和平 白鴿在這個牌裡面 如果他 諮詢的時候 出現的時候 我們做特羅諮詢的時候 出現的時候 你會怎樣解讀這個牌 我會覺得這個人本人 這個 這個 這個白鴿 白鴿 我會覺得 他會代表當事人 他有一個善良的一面 在裡面 善良的一面 是啊 他是喜愛和平 或者你可以說好 或者不好 是 他都是不懂得去衝突 不懂得去衝突 因為衝突很多人以為 是一個不好的terms 是啊 真的 現在可以回來 但是 其中一件事 我們是叫良性的攻擊力 是 你要懂得去 譬如 Stop Say No 或者 Rejection 其實這也是一個 你要懂得去表達的一件事 是 所以一個 如果你們抽到 Empress的時候 如果想到 剛才的領航者 那樣子 如果他是這樣 那樣子的時候 他可能真的 為了要保持自己的形象 而去到 跟別人 白面俱原 可能對別人 很客氣 對別人 不會說一個很真實的 那句說話 不會說出來 其他一件事 容易在3號 這個數字的人出現 就是他會容易 被人覺得他是膚淺的 好像很social的 包裝性的 一些社交 或者是進入一些很深的 內心的交流 要真的跟他很長時間的交流 或者他才懂得打開自己 去進行這種很深的交流 那也是那句 我知道我今天問過很多次 同一件事 不知道為什麼 雞小雲就說 如果有些朋友 他來聽 當然想聽塔羅 我們因為有很多 Numerology 數字學的東西 我們第一 就是講多一次 數字 怎樣計算自己的數字 還有 問過很多次的問題 如果那個3號人 你剛才說的情況 比如他很難 跟他有一個 真的很深入的聯繫的時候 怎樣 可以通過這兩件事 首先你要計算 你的出生年的和數 就是 2001年 像我一樣 2001年 當然是 現在是0901 對不對 就是3 然後有年和 加月和 加日和 有一個年總數 然後再加上 例如你加出來 好像我這樣 加出來是30 我就是3 再加0 就是30 30 例如我加出來是31 就是314 例如再大一點的號碼 36 就是369 例如37 這些比較複雜 3加7是10 37是101 3加7 就是 即是你加出來的和數 再加上 對 再加上 變成10 但是沒有10 所以就變成101 所以是1號 明白了 我們的觀眾很聰明 另一個主名數 對於3號來說 剛才你說的 如果想破壞的話 他真的要用自己的自尊心 自尊心 一個人的自尊心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對自己沒有大 他不斷向外求 一種認同感 或者一種接納感 但是呢 你先學會接納你自己 你才會吸引真的接納你的人 這個就是他的課題 這陣子 既然說起這個題目 這陣子我經常聽 有一個Guru 不說她的名字 他就說 我們人 最大的問題 就是經常 你自己太嚴重 我們看得太認真了 我啊 我怎樣啊 我怎樣啊 我又怎樣啊 其實 可不可以這麼簡單地 譬如說 聽到一句話 可不可以對你們 對於三號的人 其實有沒有幫助呢 或者都不可以 譬如像我們這樣 一被提醒的時候 對呀 放下我便可以 不可以 已經碰到一半了 這句話 既簡單又不簡單 放下我 是 但是有一個提醒的時候 其實認同感 其實真的沒有辦法外求 認同感外求是一個 倒沙入井 永遠填不滿的一個動作 當然啦 認同感就是你要自己 給你自己的 你真的要先認同你自己 你先信任 就算我焗蛋糕出來 一坨東西 那怎樣呢 這個蛋糕我焗的一坨東西 那怎樣呢 那你都要認同 就是我做了一件事 我做得不夠好 而不是去 將那件事等於你自己的價值 等於我自己 這個爛蛋糕就是我了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個課題 就是自我否定 自動地自我否定的課題 那我所以也聽到 其實這個三號人 或者Empress這隻牌 都是真正的自愛 我會說 是啊 真正的自愛 自我接納 未必一定是要這樣 這麼漂亮 例如領航者 未必一定要擺一個這麼漂亮的姿勢 又或者樣子很漂亮 那都是 都要能夠愛自己 又或者很捍衛自己的 image 因為 其實人很笨的就是 你覺得你一定要是什麼人 或者你把自己的 image定 例如我是一個私民人 當然是好事的 私民人是好事 但如果這個 image 成為了你的枷鎖 就沒有必要了 是 會很不開心 人心裏面有很多 我們發家講的自在 其實什麼叫自在呢 就是你可不可以什麼都可以 嗯 即什麼都不是 那你就可以什麼都可以 是 沒錯 沒錯 好啦 我也記得上幾次 小卓老師也有提過 就是 其實你看塔羅的時候 你是跟那個 畫面 在互動 是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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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我們剛才有很多 的 symbol 裡面的符號 有某些意思 但是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 每一個當下 你要去感受 你接收到的東西 沒錯 可能是 不是我們剛才說的 也都是 絕對是 應該要是這樣 去到接收 因為每一次牌的組合 都是 新的 就算這個 empress 放在不同的 story 裡面 不同的組合裡面 它會有千千萬萬的可能性 沒錯 而每一隻牌 當你已經聯繫著 你的seeker的時候 你感覺到的東西 可能也有點不同 沒錯 當然它有它的主題 它也有它的主題 但是它的變化 現在是萬千 這樣才會令到 一個 reading 好玩 沒錯 那對於 empress 有沒有最後一個 補充 補充的是 我想跟三個人說 當你很在乎 有些人說的 一些話 其實他們是很容易被人 hurt 別人說的 別人說一些話 它容易被人 hurt 所以 有時候 他們自己要懂得 玻璃心 玻璃心 沒錯 然後 它要懂得 調節自己 最近 有一個朋友 是男生來的 三個人 真的 我覺得他不是很大方 很少事 就已經 很少氣 還要在女朋友面前 公然 就黑了 所以 人家言者 無心聽者有意 糟糕 就沒有了 形象 所以大家也試試 試試 那句 Guru說的 不要 自己 這麼 serious 不要認真 對於 你 這麼認真 沒錯 其實 可不可以 輕鬆 大一點 輕鬆 盛相 土耐可參選 可能你的形象 更加好 沒錯 我們下一集 就會說 哇 到我了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